歡迎收聽中環每海財經網站1月9日的收視廣播 今晚恆生指數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最主要受著中東方面 暫時美國和伊朗方面正式開戰的機會不太大 所以令到市場避險的情緒全線緩和 黃金價格和石油昨天都是急速回吐 所以刺激到港股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升幅 恆指收視賣單計升了473點 報28561點升了1.7% 成交方面有957億 上升的股份有1100隻 下跌的股份只有500多隻 先看看內地股市的回應 上升綜合指數來說 今天反彈了28點到3094點 互心兩市成交大概有7000億元人民幣 今天來說很多股份都做得不錯 看看重磅股的表現 騰訊相當厲害了 今天升了2%去到390元 另外另一隻雖然不是成份股 但是近來很多大行都是接近唱好去的阿里巴巴 今天破了上市的高位 升了2.2% 報215.6% 除此之外 各別的成份股都做得不錯 有幫保險反彈了2% 報85.6% 內銀股都是跟隨到大市上升 先看看兩隻 939來講今天升了1.7% 報66.67 1398方面 工商銀行也是升了1.7% 報5.94 除了剛才所說的股份之外 今天幾個板塊都相當不錯 先看看體育用品股 日前都說過 體育用品股有些是要看著 因為有機會就上來 今天安搭升了8% 報77.5% 2331 即李寧來講 也升了9% 報26.5% 留意今天出現了一個賣入訊號 另外 Tobox 也可以留意一下 Tobox 在早前 過幾星期之前 出現一棍急升之後 再次在9元邊盤整 盤整之後 今天就跟隨大市和整個板塊上升 升了6.5% 報9.69 除了體育用品股之外 今天的手機股都不錯 2018 瑞昇科技升了4.4% 報66.4 另一隻2382 信譽光海 都是升了6.6% 報141元 但是二線的手機股 設備股都相當不錯 高位電子升了8% 報2.17 另外 就是732 信譽也升了6% 報1.26 日前回套的6.98 今天又反彈了 報0.94 報6.8% 除了手機股之外 最後也說到一個板塊 就是物管股 物管股 其實都是近來的強勢 雅生活 繼續破頂 升了4.3% 31.45 另外60.98 碧桂圓服務 也是升了4.7% 升到27.4% 但是留意到 碧桂圓服務相對來說 較後 它上升了 但是仍然沒有轉勢 是的 同樣都是綠色 留意到明天再上 我相信應該會出現了 賣入信號 但是 看到的資金 反而 除了物管股之外 商業類型的物管股 就更加厲害了 半身股 6049 保理物業 升了9% 也上市新高 50.5% 上市價只有35元左右 另一隻 也是半身股 9909 保隆商業 今天來講 一棍抽到上去 升了11.2% 報10.72 也創了上市新高 留意一下 一棍上去 其實 都反映 突破了早前 大概10元 兼的阻力 不排除明天 早段會有些回落 但是 其實應該 如果這樣抽上去 的機會來講 整股之後 再上的機會 都是比較大的 因為見到 可能 市場都看到 因為 住宅物業的物管股 已經升得這麼厲害了 資金會不會炒了 同樣是物管 但是做商業成份的物管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先說回大市 行指 暫時 還是繼續 站在五千線上 暫時 兩萬九千點 應該都是一個阻力 但是 暫時 不用擔心 相信 都是 穩釀穩釀 隨著 中美貿易方面 可能 在周末 有機會 發放好消息之後 其實短線來講 行事仍然有憧憬 今天的收視分析 暫時就到這裡了